DTV DTV的粉絲朋友們大家好 我是紀錄片的導演梁杰德 下藥是沒有啦 但是因為我們是希望 我們影片除了講鳥的故事之外 我們也帶了一些人物的故事 那我想人還是比較喜歡看人在做什麼事 所以我們就有一些人物的故事 那大家可能對人的故事會比較有感興趣 其實我們跟烏煉真導演跟林強 從老影響會的時候就認識了 我們第一次去找他的時候 他一口氣就答應了 就是迎續了上次老影響會 他這部片子也是沒有跟我們收會 他就很阿沙利的 就跟我們說好他可以幫忙 林強老師他也是一口就答應 對他一口就答應了 因為他很喜歡做類似這樣子的影片 他也是就是非常的樂意幫我們 因為我們之前很喜歡聽他的歌 鄉監竟啊這些 那他現在也很熱心共逸啊 所以我們就請他幫忙 他也是非常爽快的就答應 對阿 對啊 當然 其實剛開始的時候有考慮了 但是找來找去 還是覺得他們比較好 我一直像在拍老影響會的時候 我很想拍他在空中抓樹枝在玩的畫面 那些畫面其實我們等了非常久 然後我常常會不一起的就看到他 所以如果沒有準備好之後 你可能看到他你也拍不到 然後有時候是鳥像鏡頭飛的畫面 因為我們鏡頭都是手動對焦 像我們飛的時候 就是非常非常的難去跟焦 你如果跟不好 整段畫面都不能用 所以這個是一個非常困難的 那再來是我們等待的機會很多 就是我們要花很多時間去等待 因為我們除了拍鳥之外 我想要拍到鳥的行為 因為如果只是一隻鳥停在樹上 停在地上 我們要拍他其實相對的容易 但是我們要等他有行為的時候 這個是比較高難度的 因為他不是演員 所以我們只能在那邊等 等到他有行為發生的時候 攝影機什麼的 全部都準備OK的 按下快門 按下按鍵 才有辦法錄 所以這個是比較 花比較多時間去等待的 我是這個片子是從1992年開始拍攝 1992年 30年吧 大概是我20 大概20 我是1965年次的 20幾歲的時候 我就開始決定要拍紀錄片 然後就開始買了16年的攝影機 就開始去專心的要去拍紀錄片 那因為其實用電影底片拍紀錄片 其實非常昂貴 那時候也沒有錢 就是這樣子有錢買底片就去拍 有錢買底片就去拍 為什麼會拍這麼久 大概就是因為這樣子 因為一個影片要完成 還要後製作啦 還要很多費用 所以通常都是要累積到 拍的時間差不多了 然後才想說趕快去找找看 有沒有人願意贊助 如果有的話 我們才有辦法把紀錄片完成 那不然那些片子 就會一直一直擺著 不知道什麼時候可以完成 我1999年 那個連江先生 我邀請我去馬祖 拍英國紀錄片的時候 因為我知道它是個海島 然後到海島去拍 就是要坐船 我是坐船會迎船的人 我記得我們第一次去東雲拍 坐遺傳出去 我是邊拍邊吐 因為 但是因為很喜歡這個工作 所以還是一直撐著一直撐著 那有一次 就是我跟公共電視台友合作 拍過海面皮錄 那他們曾經也想拍過一個釣魚的節目 然後有一天 他們就找坐遺傳出去 去東北角海岸去逛了一間 一大早 非常早就出去了 但是那天風非常非常大 我暈到不行 我就躺在腳板上 沒辦法動 然後就是到了現場 要拍的時候 我才拿攝影機起來拍一下 拍一拍之後就趕快躺著 因為頭會暈會吐 這個是我們拍攝會碰到的一些問題 因為咒船會迎船 我覺得我非常好奇就是 無論如何是 無論如何是聽到一些 聽見人嗎 這樣會叫真的嗎 我們其實很少聽到他叫 他幾乎不太叫 對 他幾乎不叫 他只有一個時間會叫 但是那個聲音非常低 你聽不太清楚 就是說他一群鳥在一起密食的時候 然後在那邊 他準備要離開的時候 比如說像他要準備要離開的時候 一群鳥準備要別開 然後有一隻帶頭的 他就會在那邊彰望 然後就會抬頭起來看一看 然後就會叫一兩聲 但是通常都聽不太到 如果不夠近的話 其實是聽不到聲音的 然後叫一叫 如果同班有回應了 他可能就這樣子會走 那個聲音是非常非常低沉的 就是我們幾乎聽不太到 拍一片皮肉其實是一個很 就是他的外型很可愛 但是你說他怎麼配對 其實目前這麼長的時間 但是對他的研究還是非常少 因為如果要知道這些事情的話 可能比如說 他是不是長年的穩定的配偶 因為要有西方我們才能確定 那這個其實目前還不是很清楚 其實我不是只有拍鳥而已啦 我也幫比如說 幫陽明山國家公園拍攝一個 攝像貓的影片 我們台灣也有攝像貓 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 但是攝像貓非常非常少 因為他是夜行性的動物 那一般人都看不到 因為我很喜歡拍照啦 我也幫一些像金門國家公園 那裡拍過建築 因為我在金門有一段時間 都一直跑去金門 那金門有非常漂亮的 閩南風格的建築 那我很喜歡拍 對 可是導演你怎麼沒有想過拍照 動物你不用跟他共同 你就是去拍 人的話你要跟人共同 像我們拍紀錄片 通常我們知道之前 很多人拍人的紀錄片 要跟主角就是長期的相處 然後讓那個主角說 沒有感覺攝影機的存在 不然他動作就會卡卡卡卡 就是不自然 所以都要跟主角相處一段時間 跨越海岸的飛翔四部曲 這四部曲裡面的鳥 都不是台灣人特有種 因為他要飛過海洋 所以都是侵襲性的後鳥 像黑嘴呆風頭 因為都在馬祖 他是下後鳥 那黑明皮路在台灣渡東 他是東後鳥 然後第三部曲就是巴射鳥 先巴射東 我們身上有八種顏色的鳥 非常漂亮 他也是下後鳥 他來台灣的目的 就是要繁衍下一代 那世界上最容易看到巴射鳥的地方 我想應該就是台灣 第四部曲就是回面鳥 這是我們說的國慶鳥 他10月10號左右 會經過台灣肯定會在公園 在那邊過一夜 然後再嬉戲往南會 然後隔年大概就是這個季節 清雲節左右 他會往北前行 要回繁殖地 他在彰化八卦山台地那邊休息 那當地有一句話 就是藍樓央集班 洗高清 知道什麼意思嗎 因為當地有很多人會去打類 打類打他 他手把打下來要吃 或是做標本 一萬隻會有打下九千隻 所以你知道他那個打的量非常非常大 所以我們最後一部片子就是記錄這個回面鳥 那這四部片子其實 前面兩部都是跟水相關的 比如說 黑絕丹風頭應該就是海 那黑面皮路 在我們台灣主要就是在 石地啊在宇文這些這些 那後面這兩部都是 比較靠山前山的 所以我們是 離山離海 包山包海 當然就是最佳紀錄片 對那其實我之前有三部紀錄片曾經入圍過金馬影展 像我第一部拍的那個 嘟嘟藍影絞囂的故事 還有草山音輝 還有我剛才講的那個林池千銀就是紀錄水智的紀錄片 我這三部其實前面三部都有入圍過金馬影展的紀錄影片 對 那後來有一段時間都就沒有再參加了 那我想如果有機會的話我們會參加 不過我現在已經把這個參加這個獎 就是能不能得名 我就已經比較有平常心了 就比較平常心 因為我知道現在紀錄片的 競爭力也非常強 所以每個評審委員喜好得不太一樣 那我們生態片其實在紀錄片裡面來講 是最柔勢的 其實黑妹皮錄是 他真的是非常可愛 他密食的動作啊 他有一個那個南部的移民叫他喇波 為什麼會叫他喇波 因為他那個密食的時候 嘴巴因為他嘴巴像琵琶一樣 所以他在水裡面這樣子走搖 然後又少來少去 然後看到我們那個 一個湯匙在那邊 拉一個杯子 拉一個杯子 所以當地的移民叫喇波 其實這個喇波 名字聽起來非常好聽 因為他是黑麵皮錄 所以後來大家都吃了黑麵 叫黑麵 黑麵喇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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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抹黑麵喇波 idle口 我寶快 請紙 到colpad